英明每天往返台中台北 賣玉蘭花的老伯伯 因為缺了一雙手 但肚子很餓 請台鐵車的張勤 這個勤員來幫他餵他吃飯 而這名車勤員呢 二話不說就答應了 有旅客看得非常的感動 中文新聞特別找到 這名車勤員叫鄭淑娟 詳細狀況連線給記者黃沛華 好 各位觀眾 我們知道被網友稱讚是 人美心也美的台鐵天使 也就是台鐵車勤部的員工 也就是鄭淑娟 他今天在七度火車站的時候 被我們找到了 我們可以看到他這服務態度 也是笑容可具 我們先聽聽他怎麼說當時的情況 講說我工作也差不多告一個段落 那我想說那就是 他跟我說我沒有條根 我說我沒有條根 那我想說就幫他餵他 看他不方便這樣子 對 你幫我形容一下嗎 之前曾經聽說人家講說 他吃飯的時候是非常辛苦 是怎麼樣的做 我是有聽其他同仁說 有看過他在車上用餐是 他夾著那個湯匙 對 那把便當餐盒是放在椅子上面 那他是蹲著 那是用這樣hold的吃飯 對 不容易就蹲 對 我是沒有碰 我沒有看到過啦 我可以聽到鄭淑娟他是非常謙虛的表示 其實這是舉手之勞 而且有人需要協助的話 他都會樂於幫忙 不過我們可以知道呢 其實他這樣子其實幫台鐵就是做了一個非常正面的形象廣告 所以呢今天台鐵呢是有特別拿了紅包來了 來要獎賞他 那現在他稍後呢會到台北市站這邊 如果稍後有現場的最新情形 隨時為您做傳播報道 主播 好的謝謝佩華我們可以看到這位貼心的車情員 為犯感動所有乘客在今天呢他也去念